我們每天在跳動的心臟居然也會長腫瘤 而且有三種原因 第一個是惡性肉瘤 本身它就是癌症 這機率很低 第二個是轉移性腫瘤 包括乳癌 肺癌 惡性淋巴癌等等 可能會轉移過來 症狀就是會喘等等的 第三個相對比較常見 叫年異瘤 對 而且這個症狀 就大家可能會想像不到 比如說以這個65歲的女性 之前她在家裡昏倒了被送醫 送醫就發現她中風了 中風收住院治療之後 開始做一系列的檢查 發現奇怪 她的心臟有雜音 進一步就要檢查心臟了 這個時候才發現 她心臟她左心房裡面 塞了一顆像果凍一樣 幾乎塞滿她的左心房 在心臟裡面 塞滿一顆就像果凍一樣大的那種腫瘤 原來是 原來就是剛剛凱雲講的黏液瘤 這個黏液瘤怎麼樣 就是說當她心臟動的時候 這個果凍也開始跟著搖擺 有時候就卡到我們的瓣膜那邊 於是就掉了一些穴穴下來 因為它本身是那種質地沒有很硬 掉了這個穴穴下來 就隨著我們的血管跑跑跑 於是她就中風了 所以醫生說其實你這次中風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你心臟裡面 這顆大果凍 但怎麼辦呢 還是得把它除掉 雖然說它是兩性 但放在那裡 它不停的可能就引發你中風的風險 所以就決定說 在住院期間就去開刀了 花了兩個多鐘頭 幸運就解除了這個 我們叫做不定時炸彈 把它拆彈 拆完完成手術的也是非常順利 就出院了 剛才想說那個人是因為中風被發現 有些人真的是毫不自覺 你想想看 他都已經講到塞滿他的左心房 是因為中風才送醫 這個先生他就相對幸運43歲 他是健檢的時候發現 你問他說 你之前有什麼感覺 有頭暈嗎 有喘嗎 有心跳怪嗎 他說沒有 但是你知道嗎 他發現的時候有8公分那麼大 醫生說你想想看 他就跟剛才那個女生一樣 隨著你的心這樣動 他有時候就搖到這邊 有時候就搖到這邊 不小心你就有可能 真的也會中風 所以雖然你沒有症狀 醫生還是勸他你要手術 後來他就做了相對的微創的手術 去把它處理掉 然後避開他以後可能的中風風險 這聽起來真的滿恐怖的 他就是會隨著我們的血流這樣 甩來甩去甩來甩去 對 因為我們如果看那個圖的話 我們會發現說心臟的腫瘤 這個良性瘤 我們都要知道雖然是良性 可是長得滿快的 多快 長得很快是可能 像我們有的案例 40歲左右 他可能在健檢 兩年前健檢沒有發現 之後他就說他常常在運動 突然他會覺得會胸痛 這種胸痛他覺得很奇怪 不一定跟他的打球有關係 結果他就會覺得說不是只有痛 有時候會喘 甚至有時候不小心 他就會覺得會暈倒 這種案例的話你會覺得 年輕人也不是 像是40幾歲 不是很大 可是為什麼他會覺得他自己 就覺得明明可以運動 為什麼突然會這樣子 現在是因為科學進步 但是一般人 醫生在聽診的時候也很重要 像這樣子年一流的人 大部分我們在聽診的時候 會聽到心臟突然產生 很大的新雜音 什麼叫雜音 我們原本聽是啵啵 它是一個舒張期的雜音 會一個很大聲 舒張期的雜音 那這舒張期雜音 你會覺得這樣健康的人 怎麼可能他要不就他要很喘 可是他說我有時候會喘 有時候不喘 他跟真的心臟衰竭不一樣 真的心臟衰竭你是躺下去 剛才我們看到說積水 所以躺下去很喘 或是腳會腫 他沒有 他就某個姿勢的時候 因為腫瘤長在 剛好飄過來了 剛好飄過來 心臟在打的時候 然後某個姿勢 造成他的出口會阻塞 造成了新房 二間半的出口會阻塞 這時候有時候也會讓他覺得很不舒服 那這個時候這種這麼大的雜音 一定要趕快做超音波 現在科學進步 所以很快做超音波 你會發現像這個在心房 半膜的地方 它就長一個很大的腫瘤 剛好半膜的地方 長一個很大的腫瘤的時候 它卡住了二間半的開口 從這雪從這邊過去的時候 它在那邊甩來甩去 剛好在心房中隔的地方 一個黏液瘤 它其實是一個灰白色 像果凍狀 像他剛剛舒青講一樣 有的黏液瘤 它有一個像這樣子的樣子 它有一個蒂頭 會長黏在心房中隔的地方 你在心房中隔的地方 這時候你就看你它的運氣 它要怎麼甩 心臟在收縮 它在甩來甩去的時候 因為它不是硬的 所以它一下往上 一下往下 對 它往上的時候會擋到 肺靜脈進來的地方 往下的時候會擋到 二間半出口的地方 這時候病人就會產生那種 類似心臟衰竭或是胸痛 因為血流出去會受到影響 所以這種症狀很不典型 病人就覺得很奇怪 我明明就是沒有做什麼 怎麼做到這邊 我也會有改變姿勢的 不舒服 喘 呼吸困難 這時候長得更快的時候 萬一像這個卡住到 它的瓣膜的時候 這個時候症狀就不得了 有的人就開始就產生呼吸困難 所以這只能用開刀的方法嗎 對 只能開刀 盡快能夠把它拿掉 因為這個灰白的東西 它有時候像絨毛 像樹脂狀的東西 掉出去 你不曉得它什麼時候掉出去 像剛才素青講的一樣 掉出去以後造成中風 我們說成中風是血栓 可是這個不叫血栓 雖然血管裡面都是血 可是這叫栓子 腫瘤的栓子掉出去天里散花 那不是到處都有可能嗎 對 所以很頭痛 但是你源頭如果不把它清乾淨 它繼續掉 你這一次你上次中風 下次搞不好 腸子中風 再下一次變成腳中風 這時候問題就大了 你剛剛說快 大概多快 我們有時候我們發現有些病人 他可能一年左右 他就會有一些突然一年前沒有 一年後突然會有 那你也不知道它發生 所以就是要照心臟超音波 但是基本上我們理學檢查 聽診很重要 所以我們常常告訴我們年輕醫生說 你一定要聽診 好好去檢查 一定可以聽到腫瘤那種 呼嚨呼嚨那種聲音 對 所以今年其實 介入信心血管學會 他們也推了一個活動 就叫做聽心音找心病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有一些心臟的疾病 你不一定要真的要去做到影像檢查 才能發現 他們光聽就聽得到 包括剛才講的這個 你這種奇怪的腫瘤 他說只要有結構上面的異常 比如說像這個長的怪東西 或者你的這個瓣膜 它可能有病不好 拖很長 至於他說其實他們透過這個聽診 都可以聽到比較奇特的這些異聲 那這種異聲 如果合併 你可能有這些類似症狀 他們轉診之後就有機會 所以他如果 可是那個聽是每一顆 比方說我們帶小朋友去看診 那個折手都可以聽是不是 對 他說其實這種異常的聲音 很容易聽 很明顯 因為他最大顆了 對 即使你去加一顆 他甩到的時候很快 或者你去耳鼻喉顆 他只要幫你聽 他其實都聽得到這個怪聲音 好 所以這點很重要 找醫師聽聽看 因為現在其實看診 滿少在聽的 另外吳醫師這邊提到說 還有一些好發族群 是 這個年逸流 我們從文獻上去搜尋 我發現 奇怪 女生比較多 然後另外好發族群 大概是30歲到60歲 真的老人家其實還不多見 其實他們普遍都有一些 共同的症狀 大部分都是胸口 有時候會悶 悶悶的 不一定是真的痛 當然有少數人是痛的 那胸悶 那這胸悶大部分都是 心臟輸出的過程當中 路徑被塞住了 所以輸出跑不出去 跑不出去打不到腦 腦部的血液變少了 就是頭暈 然後打不到肺部 肺部沒有辦法做一個好的 一個氣體的氧氣的交換 就會喘不過氣 大部分普遍都是那種 類似心衰竭的症狀 可是比較有趣的是說 它這種症狀又是斷斷續續的 它不是說隨時存在 就像剛剛康醫師講 可能某一個姿勢 他剛好塞住了 是的 因為重量有關係 我們不同的姿勢 它壓的地方會不一樣 所以說這個是滿有趣的 所以說如果是病人 就是說你們自己感覺到 症狀不是那麼典型 不是像我們典型的 心衰竭的症狀 時有時無 有時候有 有時候沒有 而且年紀是在這個 比較年輕的族群身上 可能還是要趕快去 做心臟潮一波 其實滿方便的 大部分其實這種 用頭暈喘的症狀 來表現的病人 大家就一定去看胸腔科 要不要去加一科 當然有少部分 他跑到心臟科去 基本上我們的思維都差不多 那可以聽聽看 那當然如果是一開始檢查 都是正常的話 那接下來我們有第二線的檢查 包含X光片 心臟超音波 那是比較後線的檢查 那通常只要能夠去陳述這個 慢慢應該都是可以查得到 好 那如果從中醫觀點來看 心臟黏液流 怎麼會長那種太太 像果凍的東西 這種黏液流 如果以中醫名詞來講 就叫做痰癮 痰癮就是身體裡面 不正常水分多組織起來 積極的一種真身 那這樣的一個體質的 就是造成我們黏液流 甚至在心臟所產生的 但是如果以這種狀況下 還是建議要先開刀 不過開完刀之後 因為是體質 開完刀可能會再生 那我們會用中藥的方法 來做調理 中藥裡面的調理裡面 我們會推薦一個叫做 藝人增陽這個瀝水 就是這樣的一個藥材 那這個藝人廚師 生陽湯的主要就是說 用藝人他本身有瀝水 黃奇本身也是 強化心臟跟瀝水很好 尤其是跟心臟有關的 一些疾病的話 可以講這個 而且心臟要強化的話 很多的心臟跟醫師 也會用瀝尿劑 減少他身體的壓力 所以這兩個藥材把它組合起來 那再加上所謂的洛神花 那洛神花它本身 可以增加一點甜味 而且有露心的作用 紅色養心 它因為它是酸有點甜 但是實際上 我們在調節這個味道的時候 這個菜也是非常好喝的 但是在做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 因為藝人它本身不容易 這個所謂的軟化 所以要先煮大概10分鐘以上 再加入兩個這個材料 那我們藝人20克 黃旗大概是10克 那洛神花大概一朵就可以了 一朵就好了 所以你說這個是像彈飲 但我們一般如果去讓中醫把賣 他講說你這彈濕體質 什麼濕什麼濕 也可以喝這個嗎 這個是可以的 所以只要濕氣重的都可以 這個是針對彈飲 彈是一種濃稠的水分堆積叫做彈 你說我們這個呼吸道所成為的彈衣 這個也是彈 但是實際上是不一樣的彈 是咳嗽所成的粘稠彈 在中醫的理論裡面 飲的是比較稀的 稀的就是飲 飲料的飲 彈是粘稠的 但是水分激激過多 像我們這個水腫 氏氣 這個算飲 但是我們這個是屬於去彈用的 好 所以如果已經知道說 有心臟黏液流的當然可以用 但其他的還是早中醫師調養 那葉瓜老師 去濕 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以做 其實練氣功有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就是活血化瘀 瘀你看就是剛才講的 所有的彈濕彈飲 濕氣開始重 重到最後整個都黏稠了 他就需要把它化掉 所以氣功對於活血化瘀 其實效果非常好 那我們今天會有三個穴道 大家一般都知道 第一個就是三陰礁 三陰礁大概是我們的腳踝內側向上 然後大概是整個手掌的上方這個地方 左邊 右邊都有這個三陰礁 三陰礁是三條腎經 脾經跟肝經 會籍的地方 那它是陰 所以它就需要一個陽的展現 所以我會把它敲一下 然後這個敲還有一個重點 我是把腳抬起來 因為陰它已經是在沉 所以我必須要有一個陽上 把它伸陽的同時再敲 敲下去 好 那這個位置很多去腳底按摩 都會按的地方 有的人會痛得哇哇叫 所以抬起來先活血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的足三里 在我們的膝蓋外側這個地方 一樣腳抬起來 敲一下 所以先三陰礁接下來足三里 對 然後接著再起來就是血海 我們剛才上一段已經有講到血海 所以我再做一次喔 三陰礁 三陰礁 足三里 足三里 血海 血海 好 重點來了 氣上來了之後 兩手張開來 就在我心臟橫隔膜位這個地方 做一個開 然後合往橫隔膜這個地方 做一個收起 好 那我現在來做一個慢的喔 所以沒有那麼快喔 一 二 要這個速度就對了 為什麼要這個速度 對 為什麼 康醫師心臟病的人能快嗎 如果我們保健咧 也是要慢 也是要慢慢的 一下 練耐力 完了之後 再一下 然後這個時候就把它打開 所以脾胃跟我們的濕氣是有關的 是 把它頂起來 然後收下來 那練這個功法會有兩個特色 第一個會打嗝 因為其實有很多人的氣會憋在這裡 它一練之後就嗝嗝 嗝嗝就開始出來 第二個這個功法大概練五分鐘之後 你的汗會非常的黏 因為那個濕氣出來 它不是一般的汗喔 很黏的 OK 你看你會發現都是這樣黏黏的 所以這是人人都能做的喔 好 蠻簡單的學起來 廣告之後來看 像陳雅蘭 她就二肩半脫垂 大家一定常聽到二肩半脫垂 這怎麼回事 會導致什麼樣的問題呢 馬上回來 喜歡健康2.0嗎 一定是非常喜歡的吧 那麼請大家在健康2.0的YouTube上面 訂閱按讚分享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隨時有最新的健康訊息 你就可以接收到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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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